江泽民1990年掌握了中共党和军队的大权后 他的长子江绵恒 1993年辞去了在美国惠普公司的工作 返回中国 加入了中科院上海冶金所 任技术员 一年后 江绵恒就用数百万元人民币贷款 以小吞大 买下了估值上亿元的 由上海市官方控制的上海联合投资公司 简称上联头 出任董事长和法人代表 以上联头为据点 江绵恒开始打造自己的电信王国 1999年4月9号 上联头与中科院 广电总局 网络中心等官方机构 共同出资1.98亿元 成立了网通公司 在互联网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 这家宽带电信商却经营不善 连续亏损每年近10亿元 到2002年 其银行贷款高达150亿人民币 固定资产总额仅77亿 公司账面现金 连贷款利息都无法支付 这时 江泽民主政下的中共政府 开始以极大的政策倾斜 扶持网通 2001年 中共国务院把网通的竞争对手 中国电信 强行分为南北两部分 其中北方10省的2001财年收入达到600亿元 2002财年利润高达24.3亿元 但随后 中共安排由严重亏损的网通 以重组为名 兼并了中国电信北方10省的资产 垄断了中国北方的宽带网络和固定电话业务 再次上演惊人的蛇吞象 但合并后的网通 很快又陷入了债务黑洞 截至2007年 其现金债务已高达417亿元 资产负债率高达47.4% 在四大电信运营商中 运营状况最差 到了2008年 中共再次协调网通与联通合并 并再次给予合并后的联通政策扶持 当时正逢3G网络兴起 联通2009年1月 就获批了质量最好的3G手机网络制式 一举在三大运营商中 占据了垄断性的竞争优势 但即便如此 联通却依然负债累累 2018年数据显示 中共102家央企中 联通亏损最多 达到41.4亿元 而与江绵恒关系密切的 前网通董事长张春江 2009年底 就因涉嫌严重违继而落马 大陆商务周刊 2010年刊登文章暗示 这其中或许涉及腐败洗钱的黑幕 多家外媒披露 江绵恒购买上连头的资金 与时任中国银行 上海分行行长刘金宝 有密切的关系 刘金宝后来因为向上海首付 周正义违规放贷而被撤职 而据香港中国人权 民运资讯中心透露 周正义与江绵恒 有深度的利益交集 江绵恒的发迹方式 被多家媒体形容是 空手套白狼 香港开放杂志曾经披露 2002年12月 国际结算银行发现了一笔 20多亿美金的巨额中国外流资金 无人认领 之后刘金宝在狱中爆料称 这笔钱是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前夕 为自己准备后路而转移出去的 而这些仅仅是江泽民及其家族 贪腐的一小部分 贪腐的一小部分